手动 闭口闪点车点仪 看一下这边是操作面板 这个是锅子 这是搅拌轴 搅拌轴跟锅子之间有个雷合器 可以很方便的把锅盖拿下来 放到这里 然后这是烹锅 油杯 这个是铝合金金属浴 上面是搅拌电机 这是带有挡风瓶 这个阀看一下 这个是气象色谱用的精密调节阀 那么 锅电 看到的电位器是可调的电位 数字的 数字可调的 然后做实验的时候 把这个油放到这个刻度线 然后放进来 放进来 把温度计啊 用这个温度计夹子夹住 这个夹子是铝合金做的 然后放到这个锅杆上 我们再看一下锅杆 这锅杆的做工特别精细 没有任何缝隙的 这个锅杆采用的是铜的材质 然后黑色是因为为了让操作者观察方便度的黑面 然后我们把锅盖扣在杯子上 然后把这个铝合插销可以插上 这是搅拌器的铝合插销插上 打开搅拌 然后按照这个 261和D93的标准 然后进行加热就行了 然后在提前23度的时候进行点火 这个动作都很顺滑 看一下哈 这个是点火头 然后这个是隐藏明火的 一共有两个气管下来 这一切做的特别漂亮 虽然是台手动的B2闪点 也做的很用心到位的